哈喽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来测试一下铜扣的使用方式 很简单哦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铜扣跟这个打缝器的一个结构 这一套被灯宝的铜扣呢是彩色的 然后它的头非常多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打铜扣的这个算是铜扣钉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钉会因为铜扣的大小面积不一样 那这一盒呢总共有三个大中小 然后有三个打动器 那这个是打动后之后会有纸卡在这里 可以把它搓开 这个纸就会掉出来 好疗愈哦 看你也可以不说哦 看你自己决定 好所以总共有六颗六款 好那我们先来认识怎么打动 先用最小的 一般打动器我们会有这个距离的问题 可是被灯宝这一款打动器你是可以随心所欲 打在自己想要的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可以拉长 然后呢按这边就可以打动 好那我先来示范一下 好我瞄准我要在这边打动 那我就要把这个拉长 好那我现在拉长之后 我把直播架打拉高 拉长了 然后两只手固定 最好是两只手 初学者是两只手 那六老师因为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按这一颗 那因为我刚刚就是为了示范 所以呢 这个打动的时候没有两只手 所以这个洞就没有打穿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还是两只手为主 好再一次 再打一次给大家看哦 好这一只有打穿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铜扣 我们这一只的铜扣的尺规呢 是小的 所以我们选一个颜色 好我现在来选 桃红色好了 选一个桃红色 好由下往上穿 哇 如果你发现像我现在在穿 刚刚好 那就表示呢 这就是它的大小 所以我等一下选的 这个 打动完的丁 丁头 我要选最小的 这一只 装好 然后就刚刚是反面 反面有没有 好现在就是瞄准这个洞口 也是一样 需要把它 两只手握紧 好那我现在一般手的 OK 再一次 然后你一定要两只手 把它打到这个变平 好那这样就是变成一个 很漂亮的扣环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麻绳 穿过去 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卡牌 那如果你要再穿 洞穿得更好看的话 你的麻绳就要更细 就可能要一次穿两个洞 一次穿一个洞 穿两个线 两条线 然后调整一下 那你可以再多打一个结 让它这个绳子是往上的 那应该我刚把线剪得太短了 扭一下 好 这时候就可以用 然后会笔之类的笔 下一个小时 还要再多打一张 小时 我再也发现 这个小时 发现 我会认识的笔 又在这边 很快 那我跟这边 发现 这边 非常好 就像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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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